大家好,我是Nikki和師傅 PIO 23.18,Sentinel 國際貨幣更新時間 將會在港台時間5月14日凌晨4時開始 在剛剛的5月6日凌晨和上次一樣是有twitch的更新直播 整理好之後就跟大家來一個簡短的速報以及個人看法 同樣地都是因為只是暫時釋出的方向 數據、數量、機率等等的資料都是微有的 所以所有推斷都是斷估的 今次跟上次一樣,完結了Live之後已經有Pash Note 相關更新 影片裡面只是包含Live Stream的內容 以目前資料來看 今次3.18的發佈可以說是師傅做POE content 以來最少資訊的一次 Skin 的數量更多個更新的項目 有了 Anything 都是要玩的 開始之前希望觀眾朋友們可以立即訂購Sneaky002何師傅的頻道 以獲取更多的遊戲攻略資訊 好,我們開始了 今次速報將會分開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Sentinel 3.18聯盟賽季 要入其他更新部份 Sentinel 哨兵聯盟 玩家將會被發佈一個浮遊炮 跟隨其後 進入地圖之後浮遊炮 是會在有限時間內對敵方進行強化 這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為什麼是我方的哨兵幫敵方加強呢 比以來只靠害多點 被強化的怪物將會更難打 同時掉落更好的報酬 所以換而言之 即是一路打 一路再難打 然後一路掉落 很多無用的東西 隨著遊戲的進度改變 可以使用的浮遊炮 最多會有三隻 紅色 就為基本按時間推演進行強化 可以理解為限時性邊走邊帶邊強化的哨兵 藍色為單次性全平強化 而且自帶連鎖效果 即是說當一個畫面上很多怪時使用就會強化全部怪物增加我們的掉落 黃色則為稀有強化 只會針對稀有怪物有效並強化稀有怪物增加額外的掉落 所以就這樣看 理論上只要浮遊炮有足夠的充能情況下 玩家只需要以正常速度打地圖 相關的怪物強度會因為哨兵的提高 同時也會增加額外的掉落 而哨兵充能方面也會有相應的通貨可以補充或融合 講白一點就是合裝系統 浮遊炮將會有不同的稀有等級 白裝、藍裝、黃裝還有特別掉落的轉雪裝 而浮遊炮的詞綴亦會因為融合有機會獲得更好 或者強化更多的怪物從而獲得更多的掉落 與此同時哨兵亦有天賦提供給不同打法的玩家 哨兵天賦還不需要任何 regret 入場前後進行相關的調節就可以針對性提供最適合的天賦對應不同的場合 哨兵裏面最有討論價值的就是全新的造裝通貨 暫時已知的資料並不太多 同時也透露了很多有趣或變態的裝備都可以透過這個方法獲得 換句話說遊戲的常限又再拉高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戒指加一power charge都做得出來 是很誇張的 暫時已知的資料其實只是差不多 感覺上好像很複雜的樣子 入到遊戲裡面通常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種就是無視型 總之有充能我們就開 沒有了就換第二顆 純粹就是沒有洗頭的時候用到 另外一種就是Juicy型 收集最有價值的稀有哨兵 配合不同的遊戲機 如影片中所說可以配合裂痕迷舞 同時啟動哨兵 作出最大化的掉落 個人感覺來說這個聯盟的機制其實沒有什麼期望 因為感覺上如果最大化掉落 應該是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指定的地圖 特別的持續配合所需要的哨兵才可以最大化的 太繁複的準備工作 有時候會令到玩家覺得麻煩的 包括我這懶人 如果沒有特別配合的話 可能就是隨便掉些黃豆給你的 你拿了你又要拿去丟 沒什麼用 只能夠說官望態度 所以都是那句到時就知道了 接下來就是其他更新部分 如途天賦方面 3.17 推出的時候 今季確定將會有大量的更新改變 將會有20顆新的大天賦提供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終於可以反操作 指定某種機制 不會出現了 大家都知道師傅不賺錢的 雖然我不太喜歡炸墳 可以取消這個炸墳 來換取其他機制產生的機率 例如常常忘記放地圖碎片的朋友們 可以選擇地圖不能配備地圖碎片 就可以穩定地增加遊戲機制產生的機率 兩者配合之下 針對性出現某幾個被選擇的機制 機率將會大大提高 同時可以因應不同的情況 調配天賦 改變你的耕種路線 除了魚塗天賦以外 中盤內容再一步提升 推出給Uber更Uber的難度 例如Uber Uber Elder 從畫面中看到場地比垃圾長亂 而所有中盤頭目也會提高難度 增加限定掉落物品 例如Uber Maven 將會保底掉落 一顆Elevate Assistant 以及有機率掉落 覺醒 Empower Enlighten 以及 Enhance 而新出的高難度掉落限定 最有討論價值暫時就是 Impossible Escape 全新大點跳珠系列 提供玩家在指定天賦上 進行跳躍點出指定天賦 野蠻人拿CI的點 加一咀就不時無 當然睡醒就會發覺不夠錢買 而3.17上推出的對珠 Uber 系列將會有 全新特別的昇華天賦對珠 但暫時未有相關資料釋出 理論值來說絕對是新的天花版 畢竟掉落的難度較高 而且特別的昇華天賦實際上 加些甚麼還有待研究 不過同樣道理 賣刀才算 怪物方面 Arch Nemesis 強襲速敵特別 稀有怪池序將會取代現有稀有怪池序 這個改動將會影響到獵手堆疊 的問題 文字上顯示的確獵手是會有受影響的 因為可以堆疊的增益效果是減少的 實際操作當然也要 如果有受影響的話 五軍機體應該需要重新定制 之後還有少量的改動 例如PC版可以拿手掣 部分KOL Quality of Life的更新更新 以及大量Skin Package Bundle等等 由於師傅本身有眼疾的關係 對於Skin這件事就沒甚麼感覺 所以就不予置評 只能夠說 賺食而已 大致上就是這樣 以往的更新師傅都可以打到幾頁子的稿 今次連Patch 6也只有兩頁子 為了蝙蝠關係 就略略說說個人感覺 如果不是到不到我應有的時間 整體上觀感來說 師傅對這個3.18的review 是比較上感覺較差 首先任何技能都未有增加或減少的改動 意味著舊有強勢的流派 例如全之XXXXXX依舊強勢 而低使用量強度有限的弱勢技能流派 依舊都是弱勢的 與此同時 就加入了更高難度的中盤內容 就會出現以下這個局面 為了可以推到所有內容 以知的強勢流派依然都是強勢的 換句說話說 嘲諷可能更為嚴重 同時弱勢流派因為新加入的高難度內容影響 變得更難使用 在玩家選擇流派的時候 除非完全跳過效益部分 只是說外 否則其實可以選擇的流派相對是減少了 因為沒有任何改動的情況下 大家都只會選擇較為強勢的流派 作為起手或目標的流派 選擇其實少了 同時弱勢流派也不會因為新轉期而復興 邊廂吹味其實是降低了 而且暫時已知的高難度全新轉期類別 大部分都是特別訂製 Taylor make的類別 例如全新的對珠以及大點跳珠系列 基本上一個流派如果綁定了一對對珠和大點跳珠的說話 新手朋友們要參考的難度 已經上升了很多很多 畢竟大跳珠的效用真的很強 可以改變流派的天賦架 同時如果新的轉期跌路率是很低的 價錢方面就不敢想像了 上一季隨便一對一對對珠的價錢已經非常刺激了 今季配合大點跳珠系列 只是基本成型可能需要大量的資金 而重點是 在大跳珠和對珠作為前提下的流派 基本上可以改動的空間就會變相減少很多 而新手朋友們 在這個情況下可以選擇的流派就只有近少 畢竟財力才是決定高度 所以如果在沒有任何技能上的改動 同時增加中盤內容 玩家的效益和實力上能夠考慮的流派只會更少 所以感覺上這季就暫時只有五個字的留言 就是 真是很多Skin 好了 今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再一次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下條影片見 如果你覺得小弟何師傅的影片有幫到你的說話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Page IG 以及Twitch 多謝收看 謝謝你 再見 諸位 唉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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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